国际生物学界最近发出了警绪 地球上正在发生第六次动物大灭绝 那么科学家也提出了严正的呼吁 人类在不经济的反省 过度工业化的作为 阻止动物生态危机恶化 最后受害的就会是人类自己 印度猎豹源自印度 但早在70年前 印度当地就一支不胜 去年1月印度启动猎豹富裕计划 从非洲纳米比亚和南非 引进共20只也放到库诺国家公园 但富裕计划受挫 近两个月有四只因病或因互斗重伤死亡 印度当局努力富裕猎豹面临极大挑战 恰恰反应国际生物学家最新警告 人类正进入第六次生物大灭绝 国际专业期刊生物评论 22号发布最新研究 全球7万多野生物种 有将近一半的数量都在锐减 状况比学界先前预估的更明显 成为大灭绝的讯号 学者分析物种大量且快速灭绝 除了动物基地遭农业发展破坏 过度的造桥铺路城市化也是主因 气候变迁同样难辞其咎 专家警告动物大灭绝 元凶是人类 受害的也将是人类 杨正平编译 感谢观看